啊跟我说 啊跟我一起说 蒙福的命定 啊蒙福的命定 我们已经分享到主耶稣啊 哎他不是贫穷的 弟兄姐妹 啊他的出生 啊是因为 这个客殿里没有住的地方啊 以及他是有自己的 啊有自己的 家的有自己的房子的 他不是说湖里有洞 分腰有窝 没有枕头的地方 穷的两个枕头都没有了啊 不是这么回事 但是我们看到在 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 啊我们看一下 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啊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本来富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哎这一节的经文呢 清楚的 说明一件事 耶稣成为贫穷了 是不是 啊 那么弟兄姐妹 啊弟兄姐妹 那这里的经文说 耶稣成了贫穷 啊成了贫穷 这个贫穷指的是什么呢 呃 指的就是 他十五分文啊 啊真的变得极其的贫穷啊 这个贫穷其实就是指物质上的贫穷啊 经济上的贫穷 那弟兄姐妹 主耶稣确实成了贫穷 经历了极度的贫穷 身无分文 那么弟兄姐妹 那主耶稣是什么时候成为贫穷的呢 啊 是在他出生的时候呢 还是在他服侍的时候呢 做施工的时候呢 还是他整个人生呢 啊这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的啊 我们要看伊苏的财经状况 啊 我们要研究 我们要调查 哈哈哈哈 伊苏在世上啊 在地上的财经状况 啊 伊苏还不会生气的啊 伊苏很开心 哈哈哈哈 你研究他的财经状况 他很开心的啊 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 这里的经文说 因他本来富足 去为你们称的贫穷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 可以称为富足 这就清楚的让我们知道 伊苏为我们称的贫穷 是在十字架上 代替了我们 担当我们罪的刑法 担当我们极定的贫穷的咒诅的时候 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变成贫穷了 所以在这里 我们今天晚上要 要分享的是 在伊苏的 在世上的一生当中 啊 无论他是从出身 还是成长 啊 还是他工作 伊苏也工作了 他的职业是做木匠啊 工作还是他的服事事工 各个方面上 主伊苏他都不是一个贫穷的 他都是蒙福的 都是蒙福的 那么伊苏呢 他是在十字架上替代我们的时候呢 为我们成了贫穷 啊 为我们成了贫穷 那么我们看一下相关经节啊 首先我们看这个 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 啊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 四节到六节啊 四节到六节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 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因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啊 这个整个五十三章啊 都是讲到的 耶稣 期待我们 啊 这是一篇 米赛亚的受烂的这个篇章啊 他的重点讲到的是 耶稣的替代 他替代我们 比如说 耶稣替代我们受悠患 受痛苦 啊 耶稣替代我们受 啊 刑罚受鞭伤 同时呢 耶稣也为我们受贫穷 第八节说 因受欺压和审判 他被夺去 是不是 至于和他同事的人 谁想他受鞭打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百姓的罪过呢 所以 耶稣为我们 承担这一切 罪 疾病 啊 贫穷的咒诅 所以使我们得医治 啊 得拯救 得医治 得平安 那么 弟兄姐妹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啊 平安 跟我说平安 啊 平安在圣经 原文的意思啊 原文的意思 你看啊 查考圣经原文的意思 平安的含义非常丰富 啊 非常丰富啊 平安有安全 哎 有 快乐 啊 有这个 呃 美好 美好的意思 有福气的意思 健康 心胜 和安息的意思 兴旺的意思 满足的意思 阿们 所以换一句话说 这些经文啊 啊 甚至整个以色亚 啊 五十三章都在告诉我们 神让耶稣呢 担当我们的罪 担当我们的疾病 担当我们的贫穷 担当我们一切的咒诅啊 所以因他受的鞭伤呢 因他受的刑罚的 因他受的咒诅呢 我们是得医治的 得拯救的 得平安的 得安息的 得 兴旺的 得健康的 得富 得富足的 得心胜的 阿们吗 啊 这非常重要啊 这是以色亚书里面 他的预言呢 那在新域当中 他的应验呢 我们看一下 新域当中 耶稣为我们成就之后 应验 在使徒书信当中 清楚体现出来 啊 在斯福音 斯福音里面 你还看不出来 对不对 斯福音是 耶稣的身体 传讲耶稣的 讲的是 耶稣的 这个出生啊 成长啊 耶稣的传道啊 耶稣的这个服侍啊 还有耶稣的受烂啊 耶稣的复活啊 是不是 但是关系到 耶稣所做成的 耶稣受烂 耶稣为我们成就的 救恩的果效 救恩的内容 这个救恩的成就和意念 它是在使徒书信里面 显明出来的 好 我们看 哥林顿后书的 第五章 二十一节 哥林顿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啊 神是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 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阿们 这就应验了 这个 以色亚书的五十三章的 对不对 应验了五十一 以色亚书的五十三章的预言 所以今天你要看到 通过耶稣 为我们成为罪啊 他本来是无罪的 但他为我们成为罪 看到成为罪了吗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神的义 阿们 成为 成为 跟我说成为 你要看到成为 成为他的自根 其实就是跟 创造是一样 一个意思 跟创造是一个意思的 自根啊 也就是说 今天 因着耶稣 为我们成为罪了 我们所有神的 今天你都被创造 重新被创造 你成为神的义 记住你是神的义啊 你成为神的义 你被创造的 一个新造的生命 你是义的神的 阿们 这是他的意念 阿 那么 加拿大书的第三章 加拿大书第三章 十三到十四节 我们看这里的经节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数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者 凡挂在木头上 都是被咒诅的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 可以临到外邦人 使我们因信 得到所应许的胜利 阿们 所以这里你看到没有 伊苏为我们受了咒诅 伊苏为我们成为了咒诅 知道吗 他被挂在木头上 他成为被咒诅的 所以我们因着伊苏受咒诅 我们就这样 我们就得到了祝福 所以你是被祝福的 伊苏的十字架 翻转了一切 伊苏代替我们成为咒诅 我们因着伊苏受咒诅 我们成为祝福的 所以伊苏担当我们的罪 我们成为神的义 伊苏担当我们的疾病 我们成为健康的 伊苏受病 让我们得医治 伊苏担当我们的咒诅 我们成为这样 我们成为蒙福的 是不是 好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 这些经文呢 都是在使徒勋书信当中 一年成就的 体现出来的 二十四节说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义上活 因他受的冰伤 你们便得了医治 是不是 因伊苏受的鞭伤 我们得了医治 阿们 我们便得了医治 这个医治啊 就是身体上的医治啊 而且实在是 过去完成式 所以医治是属于你的 健康是属于你的 今天你必须要相信这个真理 你就是健康的 耶稣受鞭伤 你得了医治 这就是真理 在耶稣里面 你信耶稣 在耶稣里面 你就是健康的 健康属于你 医治属于你 这就是真理 这是耶稣为你 替代你的疾病 为你成就的 阿们 好 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 哥林多后书的八章九节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本来富足 去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跟我说富足 这个富足原文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弟兄姐妹 这个富足原文的意思 他就是有钱的意思 丰富的意思 看到没有 他的时代是什么呢 他的时代也是过去式 过去完成式 就跟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了医治 这个因他的贫穷 我们可以成为富足 都是过去完成式 都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通过耶稣十字架 为我们替代的 是不是 替代我们的罪 使我们成为神的义 替代我们的疾病 使我们成为健康 替代我们的咒诅 使我们成为祝福 替代我们的贫穷 使我们成为富足 所以你要记住 今天在基督里面 我们都是蒙福的命定 你是公义的命定 你是健康的命定 你是蒙福的命定 阿们吗 耶稣担当我们的罪 担当我们的疾病 担当我们的咒诅和贫穷 在什么时候 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那耶稣所做的这一切 又是为了什么 为了拯救我们 为了使我们 得到他的生命 他的公义 他的健康 他的祝福 他的心神 所以他承担了我们 所有的刑法 所有的咒诅 叫信他的人 都能领受他的丰盛 他的生命 他的祝福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坚定 要确定圣经真理 真理 正义解经 圣经的真理 从以色亚的预言 到耶稣的成就 到使徒书信的 到使徒书信的意念成就 如果按照正义解经的话 弟兄姐妹 按照正义解经的话 你就要清楚的知道 福音书里面 耶稣并不是一个贫穷的耶稣 福音书里面 耶稣的服饰啊 耶稣的生活 耶稣的施工啊 不是贫穷的 而我们看到恰恰相反 在福音书当中呢 耶稣他所有的需要 都是有供应的 不但他有供应 得到满足 他会怎样 他会供应别人 帮助有需要的人 阿们吗 所以你要想 说耶稣的贫穷 说耶稣贫穷 我们也要贫穷 这个贫穷的心态 贫穷的教育 建立在耶稣是贫穷的 这样的一个教育上 那是完全错误的 好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来 来看耶稣的财经状况 在上一讲当中呢 我们已经分享到 耶稣的出身 对不对 还有耶稣他的这个 说的那个 狐里有洞 虽然有过的事 我们已经清楚的看到 已经清楚的看到了 耶稣并不是 没有钱住店 也不是没有枕头的地方 而是因为他传福音 好 我们这个 今天晚上要看 这个耶稣 他出生的 还是个婴孩的时候 他就有 丰富的供应 丰富的供应 我们看马太福音的 二章十一节 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一节 进了房子 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 玛利亚 就扶扶拜大小孩子 揭开宝盒 拿黄金乳香 木药为礼物献给他 诶 弟兄姐妹 你必须要知道 耶稣还是个 小小的婴儿的时候 是不是 刚出生 没多久啊 就有东方的博士 像皇帝朝贡一样 向他贡献礼物 这个礼物是价值年成的了 是非常丰富的了 你看 黄金乳香 木药为礼物献给他 你看说 耶稣贫穷 耶稣贫穷 你看他一出生 是不是 他就有黄金 乳香 莫药礼物 为礼物献给他了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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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所以这是非常的重要 充分说明一件事 弟兄姐妹 耶稣根本不贫穷 啊 耶稣根本不贫穷 那么耶稣 他出生 就有黄金 乳香 莫药为礼物献给他 他贫穷 他贫穷 那你一出生 谁 谁给你送黄金了 哈哈 是不是 你出生的时候 送的什么黄金了 想过没有 顶多你爸妈给你买一点 或者爷爷奶奶买一点黄金 对不对 外人谁给你送黄金 哈哈 听几位 所以黄金乳香莫药 你看到他是非常贵重的礼物 所以耶稣一出生 他就被这样的要供应 这样的祝福 啊 这样的祝福 这充分说明一件事 主耶稣是被供应的 是被祝福的 所以之后你看到他们 离开拉萨勒 是不是 他们到了埃及去了 离开这个犹太地 到埃及去了 那在埃及那一段时间的生活 他们靠什么生活 其实就是靠东方博士 供应他们的黄金 这些礼物来生活的 阿们 阿们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 耶稣怎样 耶稣 他的财经状况 他一出生 你看 他就有博士 献黄金 如香木药 为礼物给他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什么 在耶稣的服饰当中 施工当中 耶稣 耶稣的服饰施工 他是富足的 还是贫穷的 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个很重要 传福音 福音是免费的 是恩典 但是在服饰 开点事工 他是需要什么 需要财富 需要经济来支持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耶稣那时候 他传福音 他又带领门徒 是不是 他又开展这些事工 他又到处去传福音 到处去行走 那他去行走啊 去传福音呢 那他也要吃饭呢 是不是 他住宿 也要住店呢 他带着门徒上路 到来里去 也需要吃饭啊 需要开销啊 需要食物 需要耶稣啊 如果耶稣在现在 互联网时代 耶稣开点事工 耶稣也需要 这些财经的费用 来支持他的事工啊 网络事工啊 线上事工啊 等等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 耶稣的服饰 在他的事工当中 一天又一天 一月又一月 一年又一年 他这些事工的开展 谁支持他了 他有什么样的供应呢 他是贫穷的吗 他是缺乏的吗 像一群乞丐一样吗 走到哪里 要饭到哪里吗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吗 遇到黄瓜吃黄瓜 遇到南瓜吃完南瓜吗 一贫如洗吗 绝不是的 弟兄姐妹 我们来看这里的经文 主耶稣的事工是有 有丰富的支持和供应的啊 路加福音的第八章 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八章啊 一到第三节 一到三节 过了不多日 耶稣周游各臣各相传道 宣讲神果的福音 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 还有被恶鬼所赋 被疾病所累 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 内中有称为摩达拉的玛利亚 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 又有西律的家宰苦萨的妻子 约亚拉 并苏撒拉和好些别的夫女 都是用自己的财物攻击耶稣和门徒 阿们 看到没有 听见没 耶稣到处传福音 对不对 到处开展神果施工 那他所需用的开销啊 所需用的一些的财物啊 他是有供应的 谁供应他呢 你看到在这里 是有一群啊 这些妇女啊 特别是提到这些妇女 她们在财经上忠心的 持续的 一直供应耶稣的施工的需要 对不对 你不要小看这几个人啊 你看西律的家宰 摩大拉的玛利亚 对不对 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去 因为他都释放了 鬼赶出去 他都释放了 他就跟随耶稣了 西律的家宰 苦萨的妻子约亚拉 西律是谁说王啊 那他的家宰苦萨有钱没有 肯定有钱啊 是不是 他的妻子约亚拉 那这么一件事 他也跟随耶稣 并苏撒拉和好些别的妇女 都是用自己的财物 攻击耶稣和门徒 看到没有 这就说明一件事 耶稣的施工 有人忠心的 持续的在支持 所以 弟兄姐妹 你不要看啊 这不是耶稣这一帮门徒 都是懒的吗 怎么靠这几个妇女 这些妇女用财物来支持他们呢 这是人的想法 是不是 好像靠几个妇女用财物 支持他们 哦好像这样的话又多不好那一帮大佬爷们是不是靠这几个妇女来养活的 这是人的想法 你看到真理是怎样的 弟兄姐妹 真理是这几个妇女的名字记在圣经上 我想跟你说的第一 耶稣一致服侍 耶稣释放赶鬼 得一致得释放的人 成千上万吧 是不是 非常多非常的多 可是有多少人 真正的跟随耶稣 支持耶稣呢 没多少 是不是 人们得一致的 得释放的 他就走了 他就离开了 可是你看这穆达拉玛利亚 他就跟圣经说 阿们 这是第一 第二 有钱的 是不是 那些大富户 大富豪 百万富豪 千万富豪 亿万富豪 多的是 多不多 多得很大 但是又有多少有钱的人 真正的支持耶稣呢 是不是 你看到很多人他有钱 他就为了自己吃和玩乐 自己享受 是不是 放纵自己的肉体的需要 肉体的情欲 最后离开世界 死了 他的钱又 要么就是 留给子孙 要么就是怎样 自己化光了 生病化光了 留给子孙 子孙要是不懂得珍惜 也给败光了 是不是 但是有多少 这些人 他会把财务 支持耶稣的施工呢 你看很少吧 所以 耶稣医治 千千万万 有钱的人 千千万万 你会发现 那些人都没有 忠心的跟随耶稣 持续的支持耶稣 而只有这几个妇女 发现没有 他们忠心的跟随耶稣 忠心的支持耶稣 所以他们的名字 记在圣经上 记在神国的历史上 多么美好的 伟大的见证 阿们 那么多得一致的 成千上万的人 那么多有钱的 百万富豪 千万富豪 亿万富豪 他们名字在哪里 都不知道 在人类历史当中 神国的历史当中 连一个炮也没有 连冒一个炮也没有 所以他得一致 也是白得一致 他富足成为多少 有多少钱 也是白有钱 发现没有 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看到这些人 他们忠心的支持耶稣 忠心的跟随耶稣 这就说明一件事 他们参与的是 耶稣的事故 阿们 他们被医治了 他们就忠心的跟随耶稣 他们蒙福了 他们就忠心的支持耶稣 听着 只有这样的人生 才是最有意义和价值了 只有这样的人生 使用财富 正确使用财富 才是最有意义和价值了 所以他们的名字 记在圣经上 阿们吗 你也一样 你今天说你成长了 你得一致了 得师范了 你蒙福了 你在真理上追求成长 忠心跟随 参与这些神国的事故 你的名字 也是记在神国的历史上 阿们 你看那么多人得医治 是不是 那么多人得释放 那么多的人蒙福 可是呢 有多少人忠心跟随 多少人忠心支持 很少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 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的事情 是什么 是耶稣的施工 是有忠心的知识 他是得到供应的 他是得到满足的 阿们 所以耶稣不是贫穷的 耶稣也不是带着门徒 整天在那 到处要饭 不是的 他们是有供应的 阿们吗 阿们 好 我们再看 约翰福音的十三章 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了 你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耶稣不是贫穷的了 耶稣是很丰富的了 阿们 耶 约翰福音的十三章 二十七到二十九节 约翰福音 十三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 他吃了以后 撒旦就入了他的心 耶稣便对他说 你所做的快做吧 同期的人 没有一个知道 是为什么对他说话 说这话 有人因犹大怎样 犹大带着钱囊 以为耶稣是对他说 你去买些怎样 你去买些过节 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 或是叫他拿什么洲际穷人 犹大瘦的辣点饼 立刻就出去 那时候是夜间的 是不是 跟我说洲际穷人 洲际穷人 这一旦的经文 就是讲到约翰 对关于设立最后的晚餐 就是圣餐的一个描写 在整个新约当中 这是非常感人的 非常重要的 因为耶稣刚刚给门徒洗脚了 对不对 预言他会被卖 然后教导他们要彼此相爱 之后呢 你看到耶稣又怎样 这下面这三级的经文呢 27到29级经文 是关系到犹大的三级的经文 三级重要的经文啊 关系到犹大的经文 那这里的经文 他强调的一个事实 非常重要的事实 就是耶稣的事工 有充足的能力 在财经上 不但满足自己的需要 还能够帮助穷人 阿们吗 你看为什么其他的门徒 会认为犹大是去买东西 或者是需要周级穷人呢 为什么 说明一件事 犹大以前肯定被拆派过 去做这些事 而且会定期的做 每个月做一次 或者每个礼拜做一次 是不是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这些其他的门徒 他就自然而然的想到 犹大肯定是去买东西 或者是去周级穷人 阿们吗 那么如果没有钱的话 他怎么都去穷人呢 是不是 所以耶稣是有钱的 是丰富的 是有供应的 犹大是干啥的 犹大是给耶稣管钱的 跟我说管钱的 如果耶稣没有钱 他用得着 用得着一个管钱的吗 耶稣要自己穷的 叮当响 还用得着 叫犹大来管钱吗 你看这个约翰福音 十二章第六节 前面啊 前面约翰福音十六章 十二章第六节 他说这话 并不是挂念穷人 乃因他是个贼 又带着钱囊 长取其中所成的 是不是 如果耶稣贫穷 身无分文 他就不会有一个人 专门帮他管钱的 是不是 这就让我们清楚知道 耶稣肯定是有钱 对不对 他的门徒 需要吃饭 他做到哪里 需要开点事工 需要发点事工 那么他肯定需要 有有经济的供应 那么这个经济的供应 他就需要有一个人 专门来管理 谁来专门管钱了 犹大 这里的经文 让我们很清楚看到 耶稣的钱 应该不是很少的了 如果耶稣只有十块钱 犹大从 常常在当中偷钱 立刻就能查到了 是不是 那这名耶稣的钱 还是不少的 所以犹大 尽量在背后偷钱 长取其中所成的 要偷钱嘛 他是个贼 是不是 所以这个 他偷钱 偷来偷去 耶稣他们 其他门都还不知道 耶稣也没查 耶稣相信他 是不是 耶稣没有 为钱的事调查他 发现没有 弟兄姐妹 所以这就证明一件事 犹大是个不中心的 犹大是在背后 干了一些坏事 没有中心的管理 耶稣托给他的 这些职份 管钱也是个职份 你看到他不中心 所以当他不中心的时候 他就是个贼 发现没有 所以中心就是体现在什么方面上 体现在做事方面上 你做事方面上 你比如说你什么职份 你做什么事 你忠心的做 那你就是一个忠心的人 那你如果不忠心的做 是不是 比如说这犹大 他偷钱 那他就是个不忠心的 他就是个贼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到 这个犹大是管钱的 这就说明一件事 耶稣不是贫穷的 耶稣是有钱 可以来发展事工的 是有供应的 阿温 阿温 是不是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看 马太福音的17章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的17章24到27 到了加贝隆 有收钉税的人来见彼得说 你们的先生不落钉税吗 彼得说 那他进了屋子 耶稣向他说 西门 你的意思是如何 世上的君王向谁 征收关税 丁税 是向自己的儿子呢 是向外人呢 彼得说 是向外人 意思是说 既然如此 儿子就可以免税了 但恐怕触犯他们 一起往海边去钓鱼 把先钓上来的鱼 拉起来 开了他的头 必得一块钱 可以拿去给他们 做你我的税饮 是不是 这里讲到什么事 讲到关于交税的事 交费的事 所以耶稣叫彼得钓鱼啊 鱼的口里面就会有钱 供应他们的水手 阿们吗 所以你就会清楚知道 耶稣不是贫穷的 在他必要的时候 就会有神机 塔能掀出来 在鱼嘴里面 钓上鱼 鱼嘴里面 都会有贼啊 都会有供应的 是不是 钓到鱼 鱼嘴里都有钱的 满足他 和彼得的税手 阿们 还有这个 马太福音的14章 15到21节 这个我们就不读了啊 包括15章 32到39节 这讲到五饼二鱼 喂饱五千人 还有七块饼 几条鱼 喂饱四千人的事 是不是 在一宿的施工当中 他请了五千人 你要知道五千人 就是蓝丁的 对不对 由犹太人 他们计算人 都是用蓝丁来计算的 阿们吗 那带上老人小孩 派妻子 女人 散下来多少人 这什么两万以上 阿们吗 所以 耶稣 五比二就 喂饱 将近两千万 两万人以上 两万人以上 两千万 就是两万人以上 那你要看到 耶稣还会贫穷吗 你说耶稣贫穷 让五千人到你家吃一点 是不是 让这五千人到你家 吃一顿试试 钱的丁几妹 让四千人 你说五千人 那太多了 四千人也行吧 让四千人到你家 吃一点试试 是不是把你家吃的 吃的个底刀天还不够 是吧 丁几妹 这你就要看到 耶稣他不是贫穷的 在真的有需要的时候 一次一次的施工当中 他都会有充足的资源 充足的供应 满足他的每一个需求 你没问题啊 你看还说耶稣贫穷 耶稣请五千人吃大餐呢 还说他贫穷 阿们吗 一白都不行 一白还是可以的 一白应该吃不穷你吧 是不是 他天天吃的话那也不行 那一千个那就什么概念了 那五千个你想想什么概念 我们来算一下账 要不要算个账 五千个人 你说一个人吃半斤 三粮 十个人那就三斤 一百个人三十斤 一千个人三百斤 五千个人看看 是不是 一千五百斤 光米大米就得一千五百斤 还有肉啊菜啊啥的 还有鱼呢 一次不是光让他们吃这个饼呢 还要吃鱼呢 每个人一条鱼 有的人要吃两条的 每个人吃两条 那五千个人的一万条 加上妇人小孩老人 没人最什么也得吃一条吧 那就两万五千条鱼 看到没有 两万五千条鱼 一千五百斤大米 一千五百斤大米 还真是 真是这个 真是这个蓝斤的 老人夫人 还在美赛 陈一三 将近五千斤大米 我问你看 五千斤大米 是不是 听你没 看到没有 你说这是什么概念 你今天还能说耶稣贫穷 真理不理解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吃这么多大鱼 这么多米 五千斤米 几万条鱼 你看 耶稣就请他们吃大餐 你还说他贫穷 让他们等你家 吃一顿看看 五千人 一千人就吃不下 是不是 一百人还是可以 所以这就让我们清楚看到 耶稣不贫穷 阿门 在平时常规的时候 耶稣有人供应 对不对 有这些姐妹们 妇女们供应他 在那种非常规的时候 超级需要的时候 几千人几千人的时候 这靠妇女供应也不行了 这个时候就是这样 超自然 是不是 大能 神机大能 超自然供应 无比二位 倍增 是不是 五亿包五千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你要充分知道 耶稣的事工 是蒙福的 他是有供应的 他不缺乏 阿门 阿门吧 好我们看看这个 耶稣 他没有把自己 说成是贫穷的 耶稣从来没有 说自己是穷人 反正他把自己 和贫穷分开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约翰福音的 十二章 还有耶稣受 极贵的香膏 对吧 耶稣能请五千人 吃大餐 你说他贫穷吗 你能请多两人 吃饭 那就证明你的实力 约翰福音十二章 一到八节 那是君王的父祖 知道吗 君王才请人 吃这么多 请那么多人吃饭 约翰福音十二章 一到八节 月节前六日 耶稣来到伯大尼 就是他叫拉撒路 从死里复活之处 有人在那里 给耶稣预备演习 马大伺候 拉撒路也在那 捅耶稣作息的人中 是不是 马利亚就拿着一斤 极贵的真拿大香膏 磨耶稣的脚 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 屋里就买了膏的香气 有一个门徒 就是他将要卖 耶稣的家里人尤大 说 这香膏为什么不卖 三十两银子 周期穷人呢 他说这话 并不是挂念穷人 来因他是个贼 又带着钱囊 长取其中所成的 耶稣说 由他吧 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发现没有 耶稣说 注意啊 耶稣没有说他自己是穷人 是不是 他在自己和穷人之间 是有一条很清楚的界限的 你看他说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所以穷人是穷人 耶稣是耶稣 发现没有 耶稣并没有说我是穷人 如果耶稣是穷人 耶稣怎么承受得了 这么贵重的真拿大香膏 抹他的脚 啊 抹他的脚呢 对于玛利亚来说 这就是他一生的嫁妆啊 有个牧师说 但是玛利亚 哎 耶稣啊 知道为什么玛利亚 这个用三十两银子的 这个真拿大香膏 抹耶稣脚吗 我说为什么 那是因为玛利亚爱耶稣啊 他要想要嫁给耶稣啊 这是他的嫁妆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不要乱讲啊 确实这个三十两银子是玛利亚 买香膏需要的代价 也确实是玛利亚 这个香膏 这个香膏就是他的嫁妆的钱 买了真拿大香膏 但是他跟耶稣之间的爱 并不是男女之间的那种 那种情爱哦 那玛利亚 为什么用真拿大香膏 花了三十两银子 就像这个犹大叔 三十两银子 不卖三十两银子 那就证明他值三十两银子嘛 对吧 为什么用这个 他的相当于他的 他的这么多的工价 是不是 他的价装的钱 买一瓶真拿大香膏 高一粗的脚帘 弟兄姐妹 他的重点是什么 听着啊 他的重点就是 他听耶稣讲道 他听明白了 他知道耶稣要受难了 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 耶稣要被埋葬了 所以他提前预备这个真拿大香膏 对不对 三十两银子 他的价装的钱买这个香膏 高抹耶稣 是为他安葬预备的 你看其他那么多的门徒 天天跟着耶稣 也没搞明白 耶稣三次预言 要上耶路撒冷 要受难 要定时的家 要埋葬 要受死的福 他们都没听明白 你看玛利亚就是 在主的面前 耶稣来到他家里去了 他就坐在耶稣面前 听道听道听道 是不是 他听道听道听道 领受上好的福分 你看他就明白了 当他听明白了 他就把他的钱 把他的价装的钱 买到真拿大香膏 来为高抹耶稣 为耶稣安葬用而预备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最有下值和意义的事 阿门 我讲的对不对 所以是因为他听道 我听明白了 看到没有 他明白了 耶稣要为他受难 耶稣要为他埋葬 所以他 来高抹耶稣 提前预备好高抹耶稣 哪里是什么 我要嫁给耶稣 爱耶稣 要嫁给耶稣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耶稣怎样 耶稣受到这么极贵的 真拿大的相告 如果他是个穷人 你看到哪个穷人 舍得花三十两银子 往自己身上高 不说穷人呢 你也舍不得 听不听呗 这三十两银子 就相当于一个人的公价 知道不知道 在那个时代 有几两银子 一年就可以过日子了 三十两银子 那要生活好多年了 基本上五六年七八年 像现在的 讲到那么几十万块钱 你一下子花几十万块钱 来买一瓶香膏 搞你 你舍得吗 是不是 你看到耶稣 如果是穷人的话 他肯定是杀着了 怎么能这么贵的香膏啊 不要不要不要 你看我们今天 很多人他的心态 人家给他点好的 请他吃个饭 给他请个好吃的 他的舍不得 不要不要 不要那么贵啊 便宜点便宜点 是不是 不要去那个好一点饭店 差一点就行 地摊上就行 是不是 给他买个东西 买个好东西 不用那么贵 多少钱呢 太贵了 买个便宜点的就行 便宜就行 是不是 那都是因为我们 还有贫穷心态 是吧 当然也不是说 光贫穷心态 有的时候 我们要节俭一点 我们要节俭嘛 勤俭之家嘛 这也是好的 但是在该用的时候 你还是不能 舍不得 该用的时候 你还是不要 贫用心态 你该节俭的时候 节俭 该用的时候 要用 是不是 所以耶稣 并没有因为 这个玛利亚 用极贵的香膏 膏他的脚 他感觉不自在 感觉不要不要这样 没有 是不是 这就证明 耶稣是父祖的 他是父祖的 他有父祖的心态 他有君王的心态 他就是蒙福的命令 阿们 换了你了 记住 当你在 有些时候 弟兄弟们 有些时候 你还是需要 有丰富的 对不对 有些时候 你需要节俭 有些时候 你还是需要丰富 阿们 阿们吗 所以这些事实 让我们清楚看到 耶稣并不贫穷 阿们 耶稣不仅不贫穷 弟兄姐妹 耶稣还是造物主的 天上地上 所有气 都是他造的 天上地上 所有气 都是属于他的 阿们 你看 万物 万有都是他的 万物都是他造的 对不对 无论在这个 诗篇里面 大量的记载 遍地都满了 你的丰富 地和其中 所充满的 世界和住在 其间的 都是属于 耶和法神的 千山的牛 万山的羊 都是他的 金子银子 都是神的 阿们 是不是 阿里路亚 你看在 启示录里面 耶稣 耶稣预备 给我们预备的 耶路撒冷城 给我们预备的 家乡 那都是地上 都是怎样 黄金金金铺的呀 街道都是金金铺的呀 门都是珍珠做的呀 墙上的装修 都是用什么 都是用宝石装修的 你家里装修 墙上用啥装修的 磨点乳胶漆 是不是 好一点贴个墙纸 再好一点贴个瓷砖 是不是 耶稣的墙上 用的宝石装修的 阿们 还说耶稣 请求 弟兄姐妹 墙上都是用宝石装修的 这街上都是用金金铺的 是不是 门都是珍珠门做的 哇 所以耶稣为什么能够 光修的这么豪华 因为耶稣本来就是富足的嘛 荣耀的君王 富足的君王 阿们 从创世纪到七十度 耶稣都是富足的 哈利路亚 这些所有的资源 金子银子 赞石 宝石 南宝石 红宝石 这所有的资源 都是属于神的 属于他的 所以他用这一些 来打造他的 一路撒冷船 是不是 最后与你共享 你就看到 耶稣多么的富足 阿们 所以从创世纪到七十度 耶稣从 没有贫穷 在耶稣的施工当中 耶稣也从来没有贫穷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看一下 最后再看两个地方的经文 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的三十五节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三十五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拆你们出去的时候 没有钱 没有口袋 没有钱 你们缺少什么没有 他们说没有 你要看到耶稣 这马上就要怎样 被卖了 马上就要受烂了 是不是 他在地上的服饰 施工 马上就要结束了 所以他亲自问门徒 你们有没有出去服饰啊 没有带钱 口袋 你们缺少什么没有 门徒们就证明 说没有缺乏 也就是说 他们是有吃的 有喝的 是有供应的 对不对 最起码是能够满足 他们需要的供应的 绝不贫穷 阿们吗 好 再看最后一个地方的经文啊 约翰福音的十九章 十九章 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冰冰既然将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 每冰一份 又拿他的礼仪 这件礼仪 原来没有缝了 是上下一片制成的 他们就彼此说 我们不要撕开 不要粘究 看谁得到 这要一念经上的话说 他们分的我的外衣 为我的礼仪研究 弟兄姐妹 这里你看到 耶稣被钉十字架 是不是 他 这时候他就穿得贫穷了 你看他的衣服都被剥下来了 他的外衣分为四份 把分掉了 礼仪是一片的 上下一片的 没有缝儿的 所以他们要不要撕开 要粘究 粘究来分 那弟兄姐妹 我想问你啊 如果耶稣贫穷 他这个礼仪和外衣 都是在地摊上买的 十几块钱 二十几块钱的衣服 这些冰丁能看得上吗 还用得着 把它分成四份来分呢吗 还粘究 花这么的力气 把它分呢吗 用得着吗 你知道这些冰丁是干啥的吗 用今天的话来讲 他们是公务员 这些冰丁是有钱的 他们打仗都会有钱的 有国家发工资给他们 打赢的还有奖赏的 是不是 打敌人的时候 还能把敌人的钱 抢过来的 你说他们没钱吗 他们肯定有钱 是富足的 是不是 如果他们穷的 金当响 那他们你说 要弄耶稣的衣服 那他们是冰丁 他们是公务员 他们是有钱的 他们还能看得中 耶稣的礼仪和外衣 就说明一件事 耶稣的衣服 绝不插进 耶稣绝不会 穿一个地摊货 我们可能会 穿个地摊货 是不是 我们在地摊上 买一下衣服 十几块 二十块 穿着 那这是我们的选择 我们愿意 别人穿也是可以 其实买地摊货 还不如买好一点的 买地摊货 买好几件 还不如买好一点的 买一件的 买一件 你穿得又好看 又有版型 时间还长 对不对 买地摊货 你钱也花了 接下来 又不好看 穿着穿着 你不想穿着 扔掉了 质量也差 是吧 但有的时候 我们确实选择 喜欢买地摊货 地摊货便宜 但我要跟你说 我们成为负族 阿们 我们认识 负族的命令 我们也分享到 耶稣的财经状况 我们详细的 从福音书当中 看到了 耶稣的施工 耶稣的生活 对不对 耶稣的经历 这些真实的事实 是非常清楚的答案 证明呢 耶稣不是贫穷的 所以如果今天 要说耶稣是贫穷的 我们也贫穷 建立一个贫穷的教义 把贫穷定义在 耶稣身上 那是错误的教导 换一句话说 如果你认为 耶稣是贫穷的 是缺乏的 是清贫的 是下等的 是没有供应的 是灰心丧气的 那耶稣怎么开展施工 是不是 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 耶稣是新圣的 那这个新圣的定义是什么呢 新圣的定义 就是说 耶稣是有供应的 并不是说耶稣存多少钱 最重要的是 他是有供应的 他是不缺乏的 他是可以开展施工的 在特别需要的时候 还有超自然大能神迹彰显 为报五千人 亲人吃大餐 所以你怎样定义耶稣呢 对不对 我们总结一下 第一 当耶稣出生的时候 他成为一个婴孩的时候 他就收到了礼物 这是贵重的礼物 黄金 乳香和墨药 第二 在耶稣的施工当中 有很多的 特别提到的妇女啊 这些妇女 比如说摩大纳的玛利亚啊 妻女加在 你的妻子 这个啊 苏萨拉啊 耶亚拉这些 他们忠心的 持续的 在财经上 供应耶稣的施工 第三 我们看到 耶稣是有一个家的 还有房子的 在加白龙啊 是不是 上一讲我们分享的 他是有住处的 第四 在耶稣的服饰当中 你看到他会 在关心这些五千人的需要的时候 他会请他们吃大餐 五饼二语被赠 喂饱五千人 使他们的需要 得到满足 是不是 第五 在耶稣的施工当中 他会定期的帮助一些贫穷的人 穷人缺乏的人啊 他会定期的帮助他们 第六 耶稣有一个管钱的 名叫尤达 关键是这个管钱的 这个不中心的啊 经常会怎样 罗用耶稣的钱 是不是 把这钱他经常自己私下打去用 这些不中心的 如果钱少的话 那他用不成呢 对吧 证明就是有公义的 充足的啊 这是第六 第七 耶稣把自己和穷人分开了 耶稣并没有说 我是穷人 看到没有 他把穷人分开 穷人是穷人 穷人常会你们同在 我怎样 为他是安葬用的 第八 当这个昂贵的 只三十二人银子的香膏 来高谋耶稣的时候 耶稣并没有觉得 啊 不用那么贵 不用那么贵 啊 耶稣觉得不自在 耶稣觉得 哎呀 不配 是不是 没有 看到没有 耶稣的心态是蒙福的心态 君王的心态 第九 耶稣的门徒 在耶稣的施工 最后结束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缺乏 他们并没有饿着 做不了施工 走不动路的啊 没有这种事 是不是 他们是有供应的啊 最后 第十个方面 耶稣被第十字压上的时候 他的衣服 这些冰冰粘鸠 外衣分成四块 拿去了 理应粘鸠 是不是 啊 这充分证明 他的衣服也不差 不过差的话 用得着粘鸠吗 用得着分四块 拿着吗 从上所述啊 我们所分享的 所有的这些 耶稣财经的事实 这些经文所呈现的事实啊 是非常有利的证据 证明了 耶稣不是贫穷的 而是新生的 但是我没有说啊 弟兄姐妹 你要记住啊 非常重要的点啊 我没有说 耶稣过的是 放纵的 奢侈的 挥护的生活啊 那不是耶稣的生活方式啊 虽然耶稣有供应 耶稣也不会供应那种生活 明白吗 哎 我要跟你说的是 让你看到 耶稣的生活 他的需求 事工的供应 是有满足的 是有供应的 阿们 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总结是 耶稣不贫穷 耶稣活在 神的祝福里面 活在神的旨意里面 活在神的应许里面 活在心圣里面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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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弟兄姐妹 所以耶稣只在什么时候成为贫穷呢 在钉十字架上的时候成为贫穷 为谁成为贫穷呢 为我们成为贫穷 为我们成为贫穷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要我们成为富足 成为蒙福的命令 所以今天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神的儿女 你必须要开始相信 你是蒙福的 你的命令就是蒙福的 无论你的家庭需要 你的生活供应 还是你今后的成长和发展 你都有神的祝福 有神的 有神的供应 阿们 但是不代表你要奢侈啊 挥霍的生活啊 不能那么干 也不代表你天天躺在那里啊 还不干呢 就等天下掉线饼啊 那也是错误的啊 所以是先从你的里面建立 有蒙福的命令 蒙福的心态 蒙福的思维 然后你的生活啊 你的工作啊 对不对 你今后的发展呢 才会从你到外 你才会怎样 自然而然的发展出来 而且你还是平平安安 心安理得 你不会说 哎呀我贪爱世界了 人们说我贪爱世界了 人们说我败马门呢 人们说我爱钱呢 看到没有 你是蒙福的命令 阿们 你是蒙福的命令 你是蒙福的命令 因为耶稣是蒙福的 因为耶稣受贫穷 你成为富足 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孩子们 都是蒙福的命令 哈利路亚 好不好 听明白的弟兄姐妹们 喊阿们 耶稣的家人们 喊阿们 相信的家人们 喊阿们 喊阿们 天父我们感谢你 祝福了今天晚上的 主日晚上的聚会 让我们透过 主耶稣 他的 为我们在十字架上 成就的 他为我们代替的 使我们为我们 成了贫穷 使我们 成了富足的命令 让我们透过 耶稣的一生 我们看到 耶稣是有供应的 是有祝福的 我们看到 今天每一个孩子 都是蒙福的命令 让我们 开始 建立在 耶稣的 化入施工当中 耶稣的 救恩的 施工当中 认知 坚定 我们每一个孩子 都是蒙福的命令 也是这蒙福的命令 这蒙福的话语 成为我们的命令 这蒙福的话语 成为我们的思想 成为我们的话语 成为我们的行动 成为我们生活 发展的动力 成为我们生活 发展的信心 哈利路亚 你知我们 每一个领域当中 都开始蒙福 让我们行在 你的执意当中 行在你的蒙福命令里面 翻转摧毁 一切错误的教导 某个谎言的蒙福 一切贫穷的灵 缺乏的心态 缺乏的思维 奉耶稣的灵 离开神的耳末 奉耶稣的灵 祝福所有神的孩子们 都活在蒙福的命令里面 只有命令 定义自己是蒙福的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行动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家庭 我们全方面 才是蒙福 我们无论是说话 还是行动 还是工作 还是生活 都是在释放 这个蒙福的命令 都是在彰显出 这个蒙福的命令